其实老师我们一般最常见的 就是Office系列的对不对 Office系列的 Doc啊Docs啊都一样 简报的啊PDF 反正其实只要在电脑上呈现都算 所以其实不管老师用哪一种方法都没有关系 那么像一般影片类的 或者您拿书籍的啊 或者甚至现在很多教材都有附那个教具的 这些都是 另外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 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些软体的说明书 那它实际上内容这个也是用网页做的 只是它把它变成不符合式而已 变成单一个档案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做这些东西的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老师可能用微软的 或者用我们现在所谓的OpenOffice OpenOffice之类的都可以做 那么你知道要变PDF 一般来说大部分就是你要装那个PDF的印表机 不过如果各位你用了OpenOffice 或者是那个Office2007以后 它就可以决定准准PDF 就不用说在 我还透过有一台叫PDF印表机这样印出来 所以这个是 它后面的改变 那网页当然现在说真的要老师自己去写的现在很少 对 我们可能说翻译网页 那大部分很多学校都是用类似像部落格的方式 像就是老师负担比较少 因为我只要负责版面容做好就好了 我不用去管网页的语法 那么这一群呢现在应该大家很少在做了 对不对 因为越来越专业越来越难用 所以应该说越来越艰深啦 因为它的程式语法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有些学校可能就是用NAMO 对写或者甚至用那个Switch来做而已 我觉得很简单的把 我们要的东西就是 纯粹的动画部分就好了 程式的就是不管它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影片的剪辑的 你可能是比较常便 大概就用这两套比较多 但是事实上现在云端的也有 YouTube啦也可以自己做 然后也可以在那里有些云端的网站 我里面有介绍 所以不见得都一定要有软体 事实上如果说像我们 下次电脑看了之后 有那个Windows 7 Windows 7里面有叫什么 Movimator Movimator 它现在那个Windows 7里那个Movimator 就功能会比较完整 功能比较完整 就不像我们现在 SP里面这个Movimator 有点逊 SP里面这个Movimator 就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因为功能真的比较阳村 那么互动光点 就像也是一样 Devator 或飞机器我比较多 好 所以比较常见的大概是这些 那这个录制 校材的软体 事实上有很多 那主要分成两大类 就是说老师您可以把荧幕上的 这个档案录下来 你只要准备有麦克风 如果你是浓博 那当然更没有问题 因为里面就有麦克风了 好 那主要分成两种类型 就是一种就是像我们现在录影的方法 就是及时的录影 一般来说这种档案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另外一种是用拍照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荧幕上的画面 其实更新不像电视上是一直变化很多 我们可能会从停留在一个画面上 就是停留一段时间 所以他不需要一直录影一直录影 他只要把那个画面抓下来就好了 他抓下来 然后搭配他帮你把滑鼠整理好 所以你可能只是 比如说像我现在是不是就停在这边一段时间 那我可能只是滑鼠简单的移动 他就是用滑鼠帮你去做取代 那你了解意思吗 那一般来说这种的档案通常会小一点 小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呢 你录影下来 他们都有提供说简介的软体 简介的软体 以我现在就是所用的 我用的叫WAVE ES这一套 那这个好处在于什么 就是他本身档案 第一个 你可以不用安装 第二个 录影下来档案很小 他是 即使的录影没有错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说他录影下来很小 差不多一分钟不到一面档 我们一般哦 如果是像比如说像下面这一套啊 下面这一套的话 他大概你10分钟录下来可能就两三百那一套 甚至四五百那一套 本对老师来说其实反正大的负担就比较大 对不对 好 那我如果用这个录画就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一套 那如果你品质来讲的话 目前来说是下面这个品质最好 Condagia 166 好 他可以录下来之后再转档成其他的格式 好 那我们这套也可以转档 不过他的转档质是就比较少 好 就比较少 所以 你看老师有给各位的 您看一下 那在这个我们相关就是您刚下载的里面 有那个叫Web ES 萤幕录影 绿色版 绿色版就不用安装的 那我点进去里面呢 这里面有两个 我还是有给老师安装的版本 就下面 他有一个是播放 一个是编辑 事实上播放程式就是录 录的程式 他两个是在一起的 好 两个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你这一播就可以录 那但是你要转出来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转档的程式 也就是说他预设录下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可是你必须要用这个播放程式 才能播 好 你不需要什么media play啊 直接播 好 那你要转档的话就是必须要从这边来做 好 所以您看 如果说您看我今天有录影的 我把它放在这边 您如果有 用了刚刚那个软体的话 就是有执行过 不敢安装或不用安装 他会变成这个图 有没有 好 那您看 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 呃 那刚刚那个处理的 平端的 好 或者是相片编修 有没有发现都在10MbA 我刚刚讲的到10几分钟哦 可是都在10MbA 虽然是不是你的硬碟容量就 可以很小的 嘿 就站的空间不大 所以如果老师您待会想要看的话呢 在这边哦 你看哦 我你只要把这个地方 为了ES 假设你用免安装板 您第一次就执行这个 有没有 有一个执行档 多多两下就好了 他就会认得我们录下来的影片质识 好 我们刚刚录下来的影片质识 您看一下 他的副档名叫做什么 这边打 这边RF 你没有执行过的话 他不认得这个 他没有执行过之后 他就认得了 那今天如果 您需要做转档的话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您看这里 然后点进来 这个不用安装的 有没有 这有个编辑的 这里有个编辑的 登登 这里有个 执行档 我把它打开 啵啵啵 好 我就从这边打开 打开你已经录好的档案 你看我放在桌面上 然后延期录音眼线 假设我转比较小一点 我打第一个就好 打开 但就有点像那个剪接软体 不过通常我比较不会用它去做剪接 我就直接转出来就好了 好 就直接转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我就从这边您看哦 前面 if or two 出出 他可以把它变成我一般场面 WMD 他格式就有一种了 那没有关系 我就先把它放到外面来 01 好 那么他现在就问你 你要怎么帮你编吗 原则上如果老师你用预设等 他转测的品质稍微差一点点 我通常为了品质好 因为品质好代表一件事情 展览比较大一点 好所以我大部分是用上面这个 不是那个screen的话 上面这个 然后我把这个 bit rate就是它那个 转换率 我把它弄最高的 那三件格也调到最多 用这种方式转出来的 最接近原始的版案 可是转换出来之后 会比我们刚刚录下 它那个特殊格式再大一些 好会再大一些 所以它就像这样就把你转出来了 所以等于说如果老师您希望 要转给大家 都可以看的 那您是多做一个转档动作 那假设您可能是自己留着的 我做备份 或者反正我上课都有带 那我根本就不需要转档 我就拿原始格是比较好的 这样档案相对是比较小的 好相对比较小的话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呃待会呢您可以到我这一台 我这一台的话我看一下 我把原始影片那个资料档 我把它放进去 老师可以先挑一两个 来下载过去 您从你的电脑拨看看 好像我从这边 原始录影片 我把它放进来 您就挑一个 好 这个已经有了 好 我点到 老师刚好要抓的是79这一台 有没有这里有一个原始影片 79这一台 点进来 您就挑一个 随便挑一个 好不好 只要不挑第七个就好了 因为第七个还在录 好那我把后面缓点 您先试试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录音的时候 假设老师不录音 那刚刚那个应该就很简单 好 但是如果老师您要录音 就要试试一下麦克风的音量的问题 嘿 因为老师您从这边来 你看右下角不是有麦克风 那个喇叭吗 对不对 右下角这里 你把它点上下 一般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什么 麦克风 没有按增量 就是 因为有时候老师都习惯从前面插麦克风 但他前面那一桶通常是静音 所以你讲的很辛苦 这个老师都没听 所以你看一下内容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放音对不对 我们跑到录音 你找一下 有的电脑它是前面的麦克风是 有另外一组 就是他麦克风会有两组 一个是这个 那叫什么前置麦克风 是什么 Front的MIC 麦克风 这样子 那你打开之后呢 按确定 好 你看到这里有没有 我的 首先你要告诉他 我要 麦克风 好就是说 带来我录音的来源来自这边 第二个 进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它叫做 有的 这里有翻中文 叫做麦克风声量 好 那你 预测子很多 这里是没有勾 没有勾 没有勾的话 你会发现我透过麦克风 录小声音很小声 那有勾就差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录下来都还蛮大声的 好 就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所以如果说您在这边 好 它有勾静音 因为有的这边有一个静音 好 尤其是前置那个麦克风 它有静音 你要把它取消 那第二个就是 你的 这个一定要记得长勾 那有的是在录音这边做 那有的是在哪里 是在播放这边的 你就说 有的在录音没有当进阶选项 那 你这个有没有 我叫 你看现在是进阶选项都不见了 好 你到这边来 进阶控制 有没有跑出来了 好 有的是只有在播放的时候才有 但是你勾起来都有用 好 勾起来都有用了 所以这样的话你录音的时候就比较OK 这样了解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如果要录音怎么做 那这一段我就没办法 我要先把这个影片先停一下 来